3 2 1 天還沒亮的清晨 11度的低溫飄著小雨 2017台北馬拉松盛大開跑 27000名跑者不為寒流熱情參與 就連活動大使台灣最速男楊俊翰 都只能說聲佩服佩服 小時候練路跑的時候 繼續比10公里啊 就差點哭啊 真的是跑不完啊 慢慢的就長越大 就是越跑越短 所以就是不太敢去嘗試 就都是訓練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這很厲害 就可能有可能是 以前都沒有運動 然後開始慢慢接觸到 入跑或長跑 然後就是抱了半腦 然後缺馬就覺得勇氣很厲害 碰上入冬以來最強冷氣團 跑友們早就做好心理準備 賽前熱身活動之外 身上的雨衣Legging 當然只是保暖基本款 但是這兩位老兄 你們是不是跑錯棚啦 睡過頭 穿睡衣 太早了 都太早了 所以來不及換衣服 只要穿睡衣 看我們穿這樣 就知道我們來晚了 就來晚了 來參與一下 沒有 因為等熱開之後 就會脫掉了 因為現在是把身體的溫度 先保暖住 因為離氣跑點時間 還有半個小時 所以我們會先穿雨衣 然後做暖身 是有點有點有點冷 可是是還好 有運動熱情是 有這週遭運動熱情是 其實不會寒冷 一點不寒冷 不管是來挑戰破PP 還是三五好友齊聚好玩 國內外熱血跑友們齊聚一堂 大步的跨出起跑線 展開漫漫長針 享受台北之美 一起迎接 充滿合力的早晨 外題新聞採訪報導